是耶 接下來你們聊媽媽精 就是什麼包尿片 這種事情是什麼 因為他們兩個人的做法不一樣 佩甄是孩子出生之後 老公就會很主動的 幫忙換尿布啦 洗澡啦這些有的嗎 那小孩大便 對啊 會那種吃嗎 尤其是還沒有滿月的時候 那個大便是隨時會來的 然後都是吸的 都是水的 因為吃母奶的關係 對 吃母奶的關係 所以它會不斷的就是 可是你老公 你老公都會主動幫忙 對 而且他很認真 他還先去他們醫院的產科 學怎麼樣幫小孩子洗澡 然後怎麼樣幫他換尿布 怎麼樣餵奶 他都學好了 所以我根本不用擔心 然後他就都會了 而且我想我好像也抱過 那個都很軟 對 我真的不敢抱 而且洗澡的時候只能用一隻手 一隻手托著 另外一隻手要再幫他洗 對 所以他都是很能 就是任勞任怨的在那邊幫 而且他是跪著幫他換尿布 我就覺得說天啊 我女兒也太好命了 老爸是跪著在幫他換尿布 我又來一個少女了 真的 真的啊 你就覺得說 這個 我在旁邊看 那時候我其實我剛生完的時候 有點產後憂鬱症 然後我看到我老公 那樣 黑甄妳會產後憂鬱症 妳這麼開朗的人 妳憂鬱什麼 我也覺得我很奇怪 我一直聽到隔壁 一直有人在鋸木頭 就一直有人在 是幻聽啊 真的 我跟你講 那時候憂鬱到 一直覺得說隔壁 怎麼一直有人在裝潢 怎麼每天就一直在鋸木頭 在鋸木頭 然後就很難過 妳就一直聽到奇怪的聲音 我跟我媽說 媽 我聽到怪什麼 我媽嚇著 想說我是不是看到阿飄 我說不是 是隔壁一直在裝潢 快要把我弄瘋了 妳又參加我們朱老師的單元喔 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就會這樣 然後看到我老公在幫他換尿布 我就莫名的大哭 又大哭 對 我會覺得說 哇 她堂堂男豬喊 說整個幫小孩子換尿布 我就會覺得她好可憐 好委屈喔 然後小孩一哭我也跟著哭 我就覺得說她好可憐喔 你看她來到這世上要受苦 就那時候的心情是這樣 就什麼都朝覆滅一下 現在不會 對 現在不會 後來我媽媽來我就好了 就是妳媽開始現在有 有憂鬱症 妳媽聽到隔壁在裝潢嗎 我真的覺得好奇怪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劉志翰她會幫忙 八十把尿嗎 她不會 我也從來沒有讓她做過 妳不讓她做還是她不會 就她不會 因為她做一次之後我就說 妳以後都不要再做了 白痴 為什麼 她有一次就剛好 她在幫小孩換尿布 我就說妳先幫她弟弟換尿布一下 我趕快去幫她泡牛奶 因為小孩子我就希望我自己帶 就是這一個我就希望就是說 把以前沒有 就是沒有好好帶小孩的那個 全部都彌補回來 以前不夠圓融的技巧 這一次啊 趕快一次 對 因為之前就是為了要拚命賺錢嘛 那就是想說 對 這是媽媽的幫我帶 然後妳填補自己內心的那一塊 對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小孩我要自己帶這樣 她是怎樣 她做了哪些事讓妳覺得很糟 我幫尿布包完之後 那個小孩的那個尿布 就好像剛被搶爆完一樣 你知道嗎 就是這邊也沒黏好 那邊也沒黏好 然後我抱起來 她自己還會說 她說我幫她忘了尿布了 可是好像剛被搶爆完一樣 然後我一拆開一看 那個尿布是 被屁股漏到這邊一塊啊 然後這邊還一邊高還一邊低 然後就是空空的 妳只要一拉 它就掉下來了 都是骨勾妹 就是就會露骨勾 真的 男生有時候包會這樣 就會變這樣 包尿片有那麼難的技巧 剛開始其實是需要練習的 男生手沒那麼缺 抱一抱妳會覺得奇怪 我身體怎麼是濕的 它尿根本從旁邊露出來 對 妳沒有疤好就是會這樣 像我也沒有讓她 給小孩洗過澡 全部都是我自己幫小孩洗澡 妳不覺得應該讓她感受一下 這是一種當爸爸的喜悅 跟她的權利 應該要享受一下 可是我怕她把小孩給淹死 因為她一個失手 大支 妳把她包相信她 這好難喔 真的 就是什麼都給我老公做 她愛做的給她過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就曾經講過 我老公是個非常迷戀上網的人 就是他只要電腦一坐下去 可是小孩子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他都完全沒有反應 後來是有一次我真的是破口大罵 也沒有大罵他 我記得那一次是 我就一直忍 我就一直忍著 我想說 我看小孩哭到什麼時候 你才要來看他一眼這樣 抱他一下這樣 然後他就完全無動於衷 然後直到我就 我就故意走到廁所去 把門關起來 我就大聲叫 我就說 我說妳也不看一下小孩 小孩快哭到氣喘了 快喘不過氣了吧 然後他在 跑去看小孩 然後就才把他抱起來搖搖搖搖搖 可是我就會很不放心 就是很不放心 所以像我現在外出 小孩留給他對不對 他只要小孩一哭 他就趕快打電話就說 他在哭了怎麼辦 然後我就說 泡牛奶給他喝 然後他說泡牛奶喝 因為他有一次也是知道 他就想說 晚上還要起來餵奶很累 他就說好 那我來餵 這餐我來餵 我想說好吧 那就讓你餵餵看好了 我就想要睡覺 睡覺我還瞇著眼這樣看他 你知道 他自己還睡著 小孩一直在吸空氣 那奶瓶就這樣掉下來 所以我後來就 因為他自己是個大孩子 他自己就是一個大孩子 他根本就 我每次想說 千萬不能把小孩交給你 好訓練 對 可是你 他就是 我常常會講說 他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專心 他就除了上網之外 他很多事他都不專心 然後不然對小孩的 有這部分也是一樣這樣 然後他就是 像他現在就是 完全屬於溺愛型的 而且我現在都拓口罵他們 就說 可不可以不要小孩抱起來 你就不停的一直搖 一直搖 一直搖 因為他就搖習慣了 以前是只要登一關 你這個也是一個機車媽媽 人家多做 你也意見一堆 人家不做你也有意見 就給他搖 對啊 你剛剛前面講說 孩子哭 你都讓他哭 你把他當運動 結果有人 那劉志漢也當他是運動 結果你又罵他 不是 不是 當運動 直接說就哭對不對 他抱起來對不對 他抱起來之後就一直走 然後一直搖 一直走 一直搖 然後我就說 可不可以不要搖 你就安靜的站好 然後拍拍他或什麼 小孩會頭暈嗎 這樣搖嗎 他會習慣 他會習慣 他不會搖酒了這樣 你搖太大的眼味 然後到現在他就 他就變成很習慣 就是你抱他 他就一定要搖 就一定要 連睡覺都要搖這樣 所以我後來就是都很不放心 我就都還是自己帶的比較好 偶爾才會 因為子萱是把心情跟重心 完全擺在孩子上 對 我只有一樣東西會讓他做 就是他背袋鼠背的時候 就是這個東西就讓他背 固定住就好了 那你不怕他跌倒 就半島角跌倒 他整個是把他壓到 他會牽打他 所以你看 這個媽媽是重心跟焦點 都在孩子身上 那佩甄妳擔心的事情還滿特別 妳怕說 從生完孩子之後 妳老公對妳就再也沒有興趣 對 我覺得